JDM四大神车分别有GTR、Supra、RX7、NXS 而在北美则会把NAS换成3000GT 甚至有些直接变成了EVO和STI 我自己认为无论是谁都可以成为其中之一 但是NAS就必须算上去 那么今天的主角NAS到底是怎样的一台车 为何一间每天造CV的车企会突然造起超跑 它又是如何成为日本第一个超跑 今天就带你深入了解 历代HONDA NAS背后的故事及高光世纪 大家好,我是紫阳 欢迎上欢迎我的频道 构成NAS优秀的精英 离不开赛车的最高殿堂F1 在1960年代 HONDA就曾经以产队的身份参加了F1赛事 HONDA RA272和RA300赛车分别在墨西哥和意大利分战赛上拿过冠军 虽然只有两次分战冠军 但对当时的HONDA可是成为日本第一个拿到分战冠军的产队 何况HONDA又是一家制造汽车不到三年经验的车企 就能在赛事上起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好景不长 1968年的一场事故 让HONDA不得退出赛事 HONDA拥用的车手 Zo Celeste驾驶着HONDA RA302赛车 在法国大奖赛上发生事故 导致蓝油点蓝 让它战身于国海中 RA302赛车存在各种安全隐患 使得车手都不愿意驾驶它 之后HONDA便退出了F1赛事 直到1983年 才再次重回赛场上 只不过这次不是以场队的身份去比赛 而是以引擎供应商的方式出现 帮助了Williams和McCarran车队 拿下六届车队冠军和五届车手冠军 HONDA对引擎的研发 在赛场上大放异彩的表现 为日后开发自家的中级跑车 留下深厚的底蕴 时间在退回到1984年 与Williams车队签约了第二年 当时的HONDA开始想要推出一款MR种植后去跑车 但是对于从来没有制造过MR布局市售车的HONDA来说 无疑是个挑战 当时还聘行了意大利著名的汽车设计公司 拼领Farina 左手设计出了HPX概念车 可能出于前卫的外形设计 所以HONDA还是捨立了这台概念车 但或多或少还是影响了NSS之后的设计 开发NSS期间 HONDA可是吃惊了各种苦头 开发初期负责研发NSS的负责人 上远凡 就锁定Ferrari 328为目标 定位是可以日常开的超级跑车 注重操控性能的他 选择在车重上下功夫 打算采用当时没有任何车企制造的 全铝合金车身 为此 HONDA还特别打造一个工厂 专门生产铝合金车体 组装厂更是规定要10年经验以上的技工 才能亲手组装引擎零件 只求出来的作品细腻且精致 引擎方面 从原本计划的2.0升V6 提高到拥有VTEC技术的3.0升V6 可以爆发280匹马力 294牛米扭矩 马力接近了328的性能 但是重量还是比它重了100公斤 主要还是因为NAS即使定位是超级跑车 但还是配备了各种舒适配备 如电动窗 冷气 音响及各种电子辅助系统 经过一段时间后 HONDA便邀请了F1车手 Item Senna和中导5来参加NAS的测试计划 经过在赛道几圈测试后 车手认为NAS缺乏了超跑该有的甘性 得出的结论 让HONDA继续低头研发 分别在引擎 开发钛合金曲轴 锻造活塞 底盘前后双AB 锻造控制臂 锻造合金轮毂等技术 所有都来自HONDA长期征战于F1赛事所换来的经验 经过8个月的磨练后 NAS终于通过严格的测试 整车的甘性整整提高了50% 然而接下来就是准备踏入市场的考验 1990年 New Sport Experimental推出市场时就引寝轰动 抛开了向来只制造家庭用车的形象 带来日本第一个超跑的创举 隔年在北美 HONDA NSS就以豪华品牌 ACURA NSS出现 经过各种媒体测试后 认为NAS的性能 甚至超越了一开始的家乡低 直击到了348的等级 让它获得了 东赢法拉利的美誉 出色的动力表现和操控性 却可以当做日常驾驶使用 就让各界的媒体感到震撼 除了有标准的NS外 还添加了HONDA第一款Type R车型 NAS Type R 舍弃了音响 电子辅助系统 配备Recaro以致 NK轮毂等轻量化材质 目的就为了打造一台极致性能的NAS 各种偷轻热方法 让NAS R成功降低了140公斤 此外 为了迎合北美流行的半开缝造型 推出了NAS Targa 之后在1997年 NAS迎来小改款 引擎排量调整至3.2升 马力达到了294匹 305牛米有距 让它的0百加速只需要4.5秒 2002年 因为道路法规 NAS起小了跳灯 改为了固定式灯组 代号从NA1更新到了NA2 NA2有一部非常稀有的限量款 是为了满足SUPER GT参赛资格 所开发的NAS R GT 相比一般的NAS 有更宽的宽体 和车顶上有夸张的进气口 这台限量仅有5台的NAS R GT 当时售价高达5000万日元 而这台车也成功在2007年 获得了SUPER GT中 GT500级别的车手和车队总冠军 2005年 由于NAS的销量逐年下滑 Honda便宣布了NAS正式停产 期间NAS一共生产约19000台 而北美的销量就涨了一半以上 尽管数量不多 但是NAS的影响力 决定了后来超级跑车的走向 著名的BBC 还特地出版NAS Honda Super Sport Car的书籍 来张扬NAS对技术研发和最高工艺的精神 让NAS在超跑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第二代NAS还没出现前 就有各种NAS推出的消息 第一个是继承第一代NAS在SUPER GT赛事的HSV010 GT 前置后续搭载3.4升V8引擎 可以爆发500匹马力 392牛米扭矩 但是最终没有进行量产 仅存于赛斯之中 另一个则是在2007年 在底特律车展 Aquila展出了全新超跑概念车 代号ASCC 将会搭载V10引擎 这台车确实是NAS的下一代 只是在2008年 Honda遇到了财务困难 但他们取消了所有关于NAS的计划书 直到2011年 才有消息 Honda将会研发一台混合动力的超级跑车 而它的驾响底 又是Ferrari的车 Ferrari 458 2016年5月24日 NAS正式登场 搭载3.5升V6双涡轮增压引擎 配备三个电机 综合马力高达581匹 645牛米扭矩 搭配Honda最新的9速双离合变速箱 2.7秒就可以完成0百加速 NAS也是日本车企 第二个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的车 高达310公里每小时 身为Honda最高工艺 当然也有非常多前卫的高科技 前轮双电机搭配 SHAWD47系统 让它可以在过完时分配左右动力大小 来加强过完的能力 为了提高安全性 采用世界首创 消融铸造技术 和高强度钢管A柱 前者提高转机时的安全性 后者给驾驶者带来更好的视野范围 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台车 既可享受速度的快感 又可以像日常一样待步 尽管NAS拿了非常多汽车奖项 及媒体的高评价 但是它在市场上并不火热 甚至在澳洲的销量 4年里还不到10台 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和定位比较尴尬 身为混合动力超跑 性能和价格却以普通的跑车接近 起步价156000美金 满配接近20万美金 请问你会购买价格 11万5000美金的Nissan GT-R 还是价格17万4000美金的Porsa 911 Turbo 评论区告诉我 当然 Honda制造NAS 其实不在乎销量 而是为了展现给世人 Honda 是有制造超级跑车的实力 Honda是一间制造优秀引擎文明的车企 从制造摩托车 到世界级超级跑车 无疑是个艰难的挑战 但他们还是做到了 并且受到认可 NSS不仅仅是Honda最具代表性的车 更是代表着 Honda的最高工艺 Honda的发展 Honda的发展 Ford Honda的发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